第九十一章 声响 小说 最强特种保镖 作者 红酒一杯 晚上八点左右 叶龙就接到了冷飞飞的电话 接到电话的叶龙应了一声 然后跟小兰打了声招呼 直接出了鬼魅KTV 叶龙虽然是鬼魅KTV的员工 但现在完全是自由人 毕竟叶龙在鬼魅KTV算是有功之人 大家也都明白叶龙的非同一般 出了鬼魅KTV 叶龙就上了冷飞飞 停在马路旁边的桑塔纳 冷飞飞换了一身衣服 穿着一身宽松的西服职业装 如果冷飞飞不说话 给外人看来绝对是温文尔雅的大美女 但是冷飞飞一开口说话 直接就展现她的脾气 叶龙上车后 看了眼冷飞飞漂亮的美眸 咧嘴一笑 说道 嘿 哥发现你最近体重应该又增长了不少 再不克制一些 后果那是不可想象啊 冷飞飞白了眼叶龙 这家伙一上车就没正经话 真是恨不得 让人给他开上两枪 干脆把这货干掉得了 省得不知道再祸害了哪家的姑娘 要不要姐姐把你的眼珠子扣下来啊 冷飞飞瞪着叶龙说道 嘿 那还是算了吧 叶龙咧嘴笑了笑说道 不想被扣下来 那就不要把眼珠子 往不该看的地方看 没见过还是怎么着 冷飞飞说道 叶龙眼睛地看着冷飞飞说道 见过是见过 但是完全没见过 像你这么大的 你 冷飞飞看着叶龙的表情 又气又狠 这家伙有嘴滑舌 不仅想让人扣掉他的眼珠子 更想撕烂他这场嘴 啊 哥不说了 行动吧 叶龙见识不妙 冷飞飞有种要发怒的感觉 随即赶紧说道 冷飞飞轻横一声 然后就开车 驶往上次叶龙去的郊区 这种休闲会所 建在郊区的山间 想都不用想 肯定是干不正经的事情 当然这与叶龙没啥关系 叶龙倒是愿意跟着跑一趟 只要能跟景花妹子在一起 叶龙去哪里都乐意 一路急速地行驶 车子很快就来到 郊区休闲会所的不远处 冷飞飞并没有把车子靠近 毕竟是晚上 休闲会所肯定会有守卫 直接开车过去 肯定会引起守卫的注意 停下车后 冷飞飞同叶龙打开车门下了车 下车后 两人一起 往休闲娱乐会所那边 悄悄走了过去 来到休闲会所院前的门口 果然有几个守卫 再来回走动巡逻 叶龙 有办法进去吗 冷飞飞轻声对叶龙说道 当然有办法呀 不看看哥的实力 叶龙咧嘴笑道 那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带我进去 冷飞飞照着叶龙这家伙扭了一下 好嘞 叶龙一笑 然后伸手就还住了冷飞飞纤细的小腰 冷飞飞愣了愣 随即眼神瞪向叶龙 喷出一股怒火 王八犊子 什么时候了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吧 冷飞飞讲道 啊 我擦 你可别冲动啊 你不是让哥带你进去吗 不揽着你的腰 哥咋带你进去啊 叶龙赶紧解释道 你这家伙 那不会提前把话说清楚啊 擦 谁知道你反应这么急 叶龙无奈地摊了摊手说道 少废话了 赶紧带我进去吧 冷飞飞白了眼叶龙说道 抱好哥哈 叶龙看着冷飞飞说了一声 然后一个起跳 直接跃进了院子里面 冷飞飞这也是愣了一下 没想到眨眼睛的功夫 自己就从墙外到了墙内 完全没有任何感觉 这让冷飞飞有些惊讶 看来这货果然非同寻常啊 这神秘的家伙 以后一定要探探他的实底 冷飞飞瞅着叶龙这家伙 心里暗道 这种速度 普通人恋上一辈子 恐怕也达不到 叶龙说自己是乡下来城里打工的 这种骗人的话 谁信呢 有着伸手 还用到城里打工 干啥估计 也能赚钱 喂 你这家伙报够没有 冷飞飞瞪着迟迟没有松手的叶龙说道 没有 叶龙摇了摇头说道 冷飞飞白了眼叶龙这家伙 伸手就把这家伙给推了开 少废话 赶紧潜入进去看看里面的情况 冷飞飞可没闲功夫 和叶龙在这里闲扯 而且现在 也不是闲扯的时候 好吧 叶龙只能无奈地点了点头 随即 叶龙同冷飞飞一起往会所里面走去 而在会所大厅门口 依旧是由保镖看守 叶龙 咋办 冷飞飞把目光看向叶龙问道 这也是冷飞飞把叶龙找来的原因 如果没有叶龙这家伙的帮助 自己恐怕无论如何也进不了这里 跟我走就行 没有我们进不去的地方 叶龙嗖嗖地说了一声 然后拉着冷飞飞的手 就大摇大摆地往里面走去 喂 冷飞飞直接愣了 这家伙 未必也太嚣张了吧 直接往里走 连情况也不观察一下 叶龙拉着冷飞飞的手就走进大厅 大厅门口的两个保镖见状 刚想开口喊 叶龙直接手一挥 两个保镖直接站在原地不能动了 干嘛还要跟做贼一样 那样多麻烦 叶龙说着 然后直接拉着冷飞飞的手走进大厅 进入大厅里面 倒是没有什么人 随即两人就顺着楼梯往上走去 到了楼上走廊 叶龙观察了一下 随即就捅冷飞飞往里面走去 冷飞飞的意思 是想找红玫瑰的办公室 只有进入红玫瑰的办公室 才能找到一些相关的线索 休闲会所不大 总共三层 二层没有 那肯定就在三层了 随即 叶龙捅冷飞飞一起往三楼走去 刚到三楼 就看到拐角处墙上挂着办公室三个字 而一走近前 叶龙就听到了办公室里面的说话声 有女声 有男声 叶龙对着冷飞飞须了一下 然后就悄悄地凑进门前 随即 叶龙就听到 里面传来一阵呼吸声 擦 办公室里玩 叶龙不仅来了兴趣 而正在叶龙打算继续慢慢听下去的时候 自己兜里的手机 很不是时候地响了起来 因为这里面格外的安静 虽然叶龙平时的手机铃声不是很响 但在这寂静的环境下 还是想得很 什么人 此时 办公室里面传出一阵警惕的声音 本章完 第九十二章 上架感言 小说 最强特种保镖 作者 红酒一杯 兄弟们 首先哥们在这里感谢你们这一路来的陪伴与支持 在此 跪谢 从明天开始 本书就要 上架销售了 这也意味着 兄弟们看书要花钱了 大家从书中主角的性格就可以看出 哥们不是个墨迹矫情的人 不会说些感动天感动的 让大家流泪的话 相信真心喜欢本书的兄弟们 也都不是那种 磨磨叽叽连看书前都不舍得花的性格 大家都是跟夜龙一样的 爽快嚣张的人 不会在乎上架看书的这几个钱 毕竟哥们写书也不容易 几块钱的事情 在这里 哥们也不矫情了 特意请了一个月的假 安心写书 如果成绩好 那就全职在家里 给兄弟们天天写着看 由此在这里呼吁各位兄弟们 该是你们出手的时候了 出一份力订阅支持本书 给我生活上的一点支持 同时也让老板娘这本书 冲上一个高峰 取得一个好成绩 但翻前面的书 废话不多少 兄弟们 订阅走起 下个月能不能全职写书 就看哥几个的了 有月票的兄弟 头几张月票 有条件的小土豪 可以打赏一下 兄弟在这里一律收下 你们的打赏哥们都能看到 另外透露一下 接下来的一个小情节 龙哥马上要推倒一个妹子了 大家猜猜 推倒的会是哪个大兄妹子 大家请相信哥们 接下来的内容 会更加精彩 哥们的目标就是 你爽 我爽 大家爽 爽起 作者QQ274 781 382 能进VIP群的兄弟 可以帮忙见一个 可怜的哥们 竟然不是VIP 擦 大家一起爽走吧 本章完 第93章 魅姐危机 小说 最强特种保镖 作者 红酒一杯 夜龙听到办公室里面的声音 很不好意思的 看着冷飞飞 咧嘴笑了笑 本想着还要偷听一下呢 哪知道这么不给面子 自己的手机 竟然很不争气地想了起来 冷飞飞 则是一副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的眼神 看了眼夜龙这家伙 行动也不知道把手机关掉 真是关键时刻掉链子 嘿 景华妹子 实在不好意思啊 下次不会了 夜龙骚骚地说了一声 然后看了眼打来的电话 竟然是魅姐 魅姐这么晚给自己打电话 难道是想自己了 所以即使在这种地方 夜龙还想骚骚地把电话接起来的 万一真是魅姐 想自己了 让自己陪她睡觉 自己再不接她的电话 自己岂不是很吃亏 吃亏的买卖 夜龙从来不做 啥是有陪妹子在一起 享受人生重要 正当夜龙打算接起电话的时候 办公室的门就打了开 然后一个浑身胸毛的壮汉 出现在夜龙面前 这胸毛跟原始人类没进化完全一样 不得不说 这红玫瑰的口味也够重的 喜欢找这类型的干 干脆到动物园找大猩猩得了 更强大 而在胸毛壮汉后面 则是红玫瑰 可能两人刚刚在办公室里面 做坏事情的缘故 红玫瑰上身只穿着一件低胸衫 夜龙看着面前的红玫瑰 不仅心里乐乐乐 真是有意思 目前情况看来 这两个家伙竟然还在办公室里面玩得很开心呢 够有情调的呀 是你 夜龙 红玫瑰目光一紧看着夜龙 先是一愣 随即一副咬牙切齿的表情 看着夜龙 红玫瑰对于夜龙的憎恨 可不是一点半点 恨之入骨 嘿 不错 正是个 夜龙咧嘴笑了笑说道 玫瑰 这人就是你说的夜龙 凶毛壮汉 转头看着红玫瑰问道 毛圣哥 不错 这小子就是夜龙 就是我说过 前几天砸 我们厂子的那个人 红玫瑰说道 夜龙听到红玫瑰 对这个凶毛壮汉的称呼 心里不仅乐乐乐 毛圣哥 这名字还真是起得好啊 这凶毛的确是够丰盛的 有意思 毛圣听后 随即一副冷冷的语气 瞪着夜龙 说道 小子 你竟然还敢来这里 我看你 真是活腻歪了 今天我就让你有来无回 夜龙手中的电话 一直在响 就他们哪有自己 接妹姐的电话重要 等会哈 哥先接电话 夜龙说着 然后就骚骚地 接起了电话 冷飞飞不仅白了眼 这骚信的家伙 都啥时候了 还有心情在这里接电话 而此时对于毛圣来说 这似乎是赤裸裸的 无视与不屑 好嚣张的家伙 夜龙接起电话 直接无视了周围的人 对着电话骚骚地讲道 妹姐 给哥打电话 是不是想哥了 夜龙 你在哪 我在回家的路上 被人跟踪了 你马上过来一下 妹姐在电话里 语气着急地说道 啥 被跟踪了 哪个不知道死活的玩意 夜龙听后顿时不爽 竟然有人敢跟踪自己的妹姐 但是夜龙想到 师父交代自己的任务 让夜龙顿时感觉 事情不那么简单 既然师父 让自己来保护妹姐 肯定有不同一般的人物 要对付妹姐 想到这里 夜龙不仅有些紧张 夜龙很明白 这些对手 绝非鬼老七杜剑国之类的对手 可以说 这些对手 应该是活在跟自己 同一个世界的对手 好 我马上过去 你现在在哪里 夜龙赶紧问道 我现在正往家里赶 我快到小区了 你到小区门口等我就行 我开的车子 他们一时不会很难追上 妹姐说道 那好 你逗我 我马上过去 夜龙说完 立刻挂掉了电话 冷飞飞看到了夜龙脸色的不对 从认识夜龙这么久以来 还没见到夜龙如此紧张过 就算发生再大的事情 都没有如此紧张 夜龙 怎么了 冷飞飞看着夜龙问道 妹姐在回家的路上 被人跟踪了 恐怕会很危险 所以我必须过去救她 赶紧走吧 夜龙说了一声 然后拉着冷飞飞 就要往楼下走 毛圣间夜龙要走 立刻吼道 小子 给老子站住 这里岂是你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地方 夜龙转过头 毛子中 折射出一股寒气 不屑地冷道 那你想怎样 今天晚上 我就让你有来无回 毛圣瞪着夜龙说道 哼哼 既然你这么想找揍 那我就成全你一下 夜龙说了一声 然后一个剑步影 如捷豹般扑了上去 现在妹姐有危险 夜龙懒得再多废话一句 直接要秒毛圣 这不知死活的家伙 夜龙闪电般的速度 让毛圣愣了一愣 而下一秒 夜龙直接出现在他的面前 哼 一股波涛汹涌的气流 朝毛圣冲击而去 夜龙一拳 就打到了毛圣的胸口位置 毛圣压根就没有丝毫躲闪的机会 直接被夜龙一拳给击飞出去 破 一股血流冲击肺部涌入喉咙 毛圣直接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现在老实了吧 不知道死活的玩意 夜龙冷冷地说了一声 然后直接抱起冷飞飞 就往外跑了出去 夜龙奔跑的速度非常快 直接连车都没有开 就往妹姐小区所在的位置奔跑而去 而冷飞飞只觉着耳边 传来一阵嗖嗖的风声 这速度 冷飞飞有些不敢相信现实的感觉 夜龙这变态的家伙 还是人吗 竟然抱着自己跑得如此之快 如果不是自己亲身感受 觉着这一定是假的 是在做梦 夜龙抱着冷飞飞头也不回的狂奔 只因为夜龙选择 抱着冷飞飞狂奔 没有开车的原因是 节省时间 对于夜龙来说 开车的话太慢了 到时候赶到妹姐小区那边 恐怕黄花菜都凉了 这样的话 起码可以节省一大半的时间 夜龙抱着冷飞飞 不停地从迅速及时的车子 两边穿梭 速度已经快得惊人 变态到一种难以让人想象的地步 而冷飞飞 则是直接闭上了眼睛 因为这速度 让风吹得直接睁不开眼睛 所以干脆闭着眼睛 一路的狂奔 夜龙总算是达到妹姐的小区门口 本章完 第94章 高手对决 小说最强特种保镖 作者 红酒一杯 夜龙来到小区门口 把冷飞飞放了下来 冷飞飞拍了拍自己的胸口 这速度比坐跑车还刺激 然而夜龙左右看了一下 并没有发现妹姐的车子 难道妹姐在半道被截下了 夜龙心里越发的紧张 如果妹姐出事情 不仅师父那边过不去 就自己心里这关也过不去 正在这个时候 一辆开着大灯车光的车子 往这边迅速行驶过来 在车子的后面 同样有几辆急速行驶的车子 如果没错 前面的车子 应该是妹姐的 这让夜龙不仅长舒一口气 只要妹姐在自己身边 谁也别想伤害到她 除非先把自己干掉 妹姐的车子 很快停到了夜龙身边 随即妹姐 就从车子里面跑了下来 夜龙 妹姐喊了一声 直接朝夜龙跑了过去 夜龙看到妹姐后 有些激动的伸手 就拦住了妹姐 把妹姐抱在了怀里 妹姐愣了一愣 被夜龙抱在怀里 有一种特别的感觉 似乎刚刚的紧张 一下子就平息了 没有丝毫的害怕与担心 从来没有过的安全感 妹姐 你没事情吧 夜龙瞬间也放松了不手 担心地问道 搂着妹姐的感觉蛮不错 能从妹姐身上 轻易地嗅到她那股 让人痴迷的体香 我没事 妹姐点了点头说道 而这个时候 后面的几辆车子 相继停在了夜龙的旁边 从车子上面 没见其人 夜龙能轻易地感受到 里面散发出的超强气势 果然跟夜龙想的一样 都是一帮不寻常的家伙 与都市里面的这些对手都不同 车子停下后 很快几个壮汉相继 从车子里面走了下来 夜龙松开妹姐 然后把她拉到了身后 今晚一场激战 看来是不可避免了 下车的几个壮汉 也都注意到了夜龙 同样身为高手 他们自然能感受得 到夜龙身上散发出的 这股超强气势 识相的话 不要多管闲事 站在几个壮汉前面的一个国字脸大汉说道 夜龙冷笑一声 笑了笑说道 如果我要干你老婆的话 你会不会多管闲事呢 你 国字脸壮汉 听到夜龙这话 脸部肌肉不油地猙獰了一下 说吧 你们为什么要针对妹姐 夜龙看着几个壮汉问道 这不是你们该问的事情 你虽然厉害 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你不是我们的对手 国字脸壮汉说道 天鹰 跟这小子废话什么 直接干掉他就行 后面的一个壮汉 对国字脸壮汉说道 天鹰 呵呵 很有意思的名字 夜龙心里冷笑一声 通过他们的面貌 名字 再加上他们身上的这股刚毅的气势 夜龙敢断定 这几个家伙 全部都是特工 至于是好是坏 为什么要抓妹姐 那夜龙不管 在夜龙心中 敢针对自己的妹姐 就算他是好的 夜龙也照做不误 夜龙就是嚣张的 这么不讲道理 更何况 这还是师父亲自交代的事情 现在夜龙也明白 为什么师父那老头 要大老远地从组织 把自己调过来 面前的人 恐怕派别人 真的很难能保护妹姐 呵 你们不就是几个小小的特工吗 想跟我打 够资格吗 夜龙不屑地说道 国字脸壮汉 也就是天鹰听到夜龙这话 不仅大眼一瞪 眼神中充满了疑惑 很显然 他在吃惊 夜龙为啥会知道他们的身份 你怎么知道我们是特工 你到底是什么人 天鹰一脸警惕地看着夜龙问道 他现在觉着 夜龙也绝非一般人物 哼 你骗到了别人 能骗过哥的眼睛吗 几位以前都是军人出身吧 夜龙笑呵呵地顺手甩出一只香烟问道 天鹰再次一愣 不仅冷冷地注视着夜龙 他们这次行动是秘密行动 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而此刻 面对眼前的这家伙 竟然都被他看穿了 你到底是谁 天鹰浑身上下 一股强烈的气势迸发出来 如果夜龙知道他们的身份 那今晚必须要除掉夜龙 呵呵 你问我是谁 我就告诉你 那样 哥岂不是很没面子 夜龙不懈地瞧着天鹰说道 既然这样 那就没啥话可说了 你知道的太多 今晚必须死 天鹰一股杀气悠然而生 周围的气流 顿时变得紧凑起来 想杀哥 那就要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了 不过 我估计你很玄 夜龙眼神中依旧是不屑 依旧的张狂嚣张 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好 那就先让我来试试 你有多厉害 嚣张的家伙 天鹰紧握双拳 一个剑步犹如离剑之弦 朝夜龙扑了上去 天鹰的气势非常凶 踏着虚幻的脚步 来到夜龙面前后 一拳就朝夜龙打了上去 夜龙一个踏步 转身就躲过了天鹰的一拳重击 随即闪身 犹如捷豹般扑了上去 很快 夜龙同天鹰就打斗到一起 这次夜龙的对手 比以往的对手都要强 而且还强的还不是一倍两倍 毕竟都是特攻 功夫自然是差不了 仅仅几秒钟的时间 夜龙跟天鹰已经对打了几百招 两人虚幻的身影不断时影实现 周围的气流中 时不时发出一阵沉闷的气流撞击声 如果普通人靠近他们两人 恐怕直接会被两人散发在周围的气流 给击飞出去 可以想象两人的对打有多激烈 哄 这个时候 夜龙刚猛的一脚踹出 天鹰从虚幻的身影当中 直接闪现出来 然后整个人的身体往后飞去 碰 天鹰捂着自己的胸口 狠狠地跌落在地上 一股热流从天鹰胸口涌出 天鹰一咬牙 愣生生地把这股往上涌的血流 给咽了下去 天鹰 周围几个国字脸壮汉见状 赶紧围了上去 然后就要将天鹰扶起 天鹰摆了摆手 势意周围的壮汉 不要管自己 夜龙笑呵呵地摊了摊手 看着天鹰笑道 这么强忍着可不好 会容易憋出内伤的 吐出来吧 吐出来哥又不会笑话你 不谢 张狂 嚣张 俗话说 是可杀不可辱 天鹰哪受得了如此轻视 随即 天鹰躺在地上 手掌拍地 周围溅起一丝灰尘 然后天鹰直接从地上弹了起来 本章完 第九十五章 各种教训 小说 最强特种保镖 作者 红酒一杯 夜龙看着从地上站起来的天鹰 不仅笑了笑 说道 没想到你还挺能抗打的嘛 不过那又怎样 你不受伤的时候打不过哥 你认为你受了伤 就能打得过吗 天鹰冷冷地瞪着夜龙 对于夜龙的轻视与不屑 天鹰异常地愤怒 夜龙的这番话 比打他一顿 都让天鹰感到生气愤怒 像天鹰这种人 最惊不住的是什么 不是暴打 也不是暴骂 能当特工的人 哪个不是被打出来骂出来的 他们这种人 最惊不住的 就是尊严的践踏 坏人同样有尊严 毕竟天鹰也是军人出身 今天我让你尝试一下我的厉害 老子用军体全叫你做人 天鹰双眼赤红 暴怒地低吼一声 直接将上衣撕扯下来 露出了精湛饱满的肌肉线条 夜龙有些笑尿 这又不是小姑娘 脱衣服干毛线啊 难道能增加战斗力 嘿 你这肌肉块 练得倒是不错嘛 就是不知道 是不是中看不中用嘛 夜龙咧嘴笑问道 去死吧 天鹰爆发了 嘶吼一声 然后一个剑步朝夜龙扑了上去 靠近夜龙 天鹰刚进的一拳打出 带有阵阵呼啸声 可见其力道 夜龙轻松一个侧身 躲开了天鹰打来的一拳 随即天鹰 又接二连三地对夜龙出拳 拳拳刚猛 如果打到人的身体上 恐怕直接会将骨头击碎 嘿 你的军体拳我看到是一般般嘛 貌似没啥杀伤力啊 夜龙一个闪身 若有其事地评论道 有些不屑 天鹰听到夜龙 竟然还评论起自己的军体拳来 更加地愤怒 这不是 对于自己赤裸裸的无视吗 要可知道 天鹰最拿手的 就是军体拳 属于军体拳当中的佼佼者 所打出的拳净刚猛无比 而现在到了夜龙嘴里 竟然不值得一提 这让天鹰怎么能不愤怒 啊 去死 天鹰犹如疯了一般 再次抬拳朝夜龙打去 夜龙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说道 哎 还是哥教教你 怎么玩军体拳吧 顺便免了你的学徒费 随即 夜龙对于天鹰 朝自己打来的拳头 不再躲闪 直接握紧拳头对了上去 哄 两拳相对 发出一声沉闷的撞击声 如同两块硬物撞击到一起 发出的声音 咔嚓 咔嚓 一阵阵骨头的断裂声 天鹰闷哼一声 感觉自己的拳头 被一剂猛锤 砸中一般 五指关节直接断裂 随即天鹰整个人的身体 往后飞去 最后重重地摔倒在地 躺在地上的天鹰五官 直接争獰到一起 刚刚与夜龙对拳的那条胳膊 不停地在打哆嗦 而手掌的骨骼 已经全部震碎 不 不 这 这不可能 不可能 天鹰躺在地上 有些呆呆地瞪着眼前 看着夜龙喊道 夜龙则表情轻松地揉了揉拳头 一点事情也没有的样子 随即看着天鹰咧嘴笑了笑 说道 现在知道啥叫军体拳了吗 说起军体拳 这也是夜龙最拿手的拳法之一 夜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除了师父那老头外 玩军体拳 夜龙至今没碰到过对手 天鹰玩的军体拳 的确是不错 只是可惜遇错人了 跟夜龙玩军体拳 只有挨揍的分 所以 夜龙刚刚毫不犹豫地 跟天鹰刚上一拳 这就是自信 不 不 不可能 天鹰有些不能接受现实的感觉 天鹰对于自己的军体拳相当自信 同样 这也是他最拿手的拳法 而今天遇到眼前这家伙 没想 竟然如此的不堪一击 夜龙笑呵呵地摊了摊手 说道 不用失望 其实你的军体拳还蛮不错 只是跟哥比起来 还差了一大截 面对夜龙的不屑与无视 天鹰直接爆发了 但是再怎么爆发 现在天鹰已经被夜龙打残 毫无战斗力 所以他只能招呼后面自己的手下 兄弟们 干掉他 天鹰冷冷地说道 一帮跃跃欲试的国字脸壮汉 听到天鹰的命令后 齐刷刷地朝夜龙扑了上去 他们也已经不能忍了 堂堂训练 有素的特工 竟然被这么一个不知名的小子打倒 他丢人还不丢到家了 面对行动有序 配合默契冲上来的壮汉特工 夜龙并没有丝毫的畏惧 如果天鹰刚刚自己不单独上 同这帮壮汉特工一起对付自己的话 那对付起他们恐怕会有些难度 毕竟是特工绝非寻常角色 但是 自己先击败天鹰后 再对付这帮家伙 那就简单许多 可好久没好好揍人了 今天就好好爽爽吧 夜龙骚骚一笑 一个闪身 就冲进了特工人群当中 几个特工显然训练有素 见夜龙冲进他们当中 几人立刻散开 将夜龙包围起来 一起上 其中一人说了一声 然后同时朝夜龙攻击而去 面对前后左右扑上来的壮汉 夜龙不慌不忙的一个剑步 往前冲去 先下手围墙 夜龙一个剑步冲上前去 一脚 就朝面前的壮汉特工的裤裆踢去 嗯 哼 被夜龙踢中的那个特工 憋了一口气 大眼一瞪 你 壮汉捂着自己的裤裆 瞪着夜龙 显然没有想到 夜龙这丝如此阴险 竟然踢自己的裤裆 壮汉一句话还没说出来 然后缓缓地就瘫软到地上 就算壮汉再能抗打 被击中 估计也受不了 夜龙嗖嗖一笑 然后迅速转过身 然后看着扑上来的壮汉 抬了抬了抬自己的脚 刚冲上来的几个壮汉剑撞 赶紧捂住了自己的裆部 毕竟谁都不想被夜龙踢中 嘿 这么紧张的吗 注意上面防守啊 夜龙咧嘴一笑 然后抬拳直接打中一个壮汉的面门 啊 这个壮汉捂着自己的面门 直接栽倒在地上 剩余几个壮汉剑撞 立刻朝夜龙扑了上来 夜龙顺手抓住冲上来壮汉的手腕 然后一个漂亮的过肩摔 将这个壮汉摔倒在地 壮汉被摔倒在地后 夜龙看着这个壮汉骚骚一笑 然后抬脚踹下 啊 壮汉一声惨叫 几个壮汉特工 眨眼睛的功夫 就被夜龙给完坏了 夜龙拍了拍手 看着躺在地上的壮汉 骚骚一笑 怎么着 兄弟几个感觉 这滋味还不错吧 躺在地上的几个壮汉 感觉何止的不错 简直爽翻天了 爽得一塌糊涂 求支持 订阅 推荐票 月票 本章完 第九十六章 不涂骨头 小说 最强特种保镖 作者 红酒一杯 天鹰几个特工被夜龙解决 没有一个算是正常的 残的残 受伤的受伤 可以说 夜龙玩得也很爽 媚姐 这几个家伙 你看怎么收拾 夜龙转身询问媚姐的意见 媚姐看了眼夜龙问道 他们是什么人 秘密特工 就是一支精良的队伍 怎么说呢 不能算是兵 但是也有点微乎其微的关系 具体跟你解释不明白 夜龙对媚姐解释道 其实特工是一个很含糊的代名词 特工分为很多种类 有好也有坏 那就看为谁效命了 媚姐虽然不了解 特工具体是什么组织 但作为常人的理解 即使没见过特工 但各种电视电影的影响 提起特工 就是很厉害的人 这让媚姐有些疑惑 自己什么时候得罪特工了 自己可仅仅是宁海 是一个普通的 KTV女老板娘而已 似乎跟特工完全不搭边啊 夜龙 你看着解决吧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媚姐看着夜龙问道 她相信 夜龙有比自己 更好的办法解决此事 夜龙点了点头 看了眼地上 躺着的天鹰几人 随即说道 问你一个问题 回答我 我就放了你们 否则的话 有你们好看 你想怎样 天鹰警惕地看着夜龙 夜龙骚骚一笑 然后说道 告诉我 媚姐只是宁海市的 一个小人物而已 你们堂堂特工组织 为什么要针对他 这个原因 恐怕也是师父那老头 让自己保护 媚姐的原因 到底是为了什么 夜龙也不清楚 问师父 那老头他也不说 所以夜龙只能 从这些人口中问一问了 到底是为什么呢 这个问题 搞得夜龙心里痒痒的 好想知道呀 天鹰看了眼夜龙 然后说道 这个事情 我们也不清楚 我们只是 奉了上面的命令 上面的命令 让我们怎么做 我们就怎么做 哼 是不清楚 还是不想说呢 夜龙瞧着天鹰问道 天鹰看着夜龙 然后直接将 腰间的匕首 拔了出来 扔到了地上 说道 如果你不信 要杀药 寡随你的便 夜龙咧嘴笑了笑 然后从地上 就把匕首拿了起来 然后用手摸了摸刀刃 不由地说道 嘿 好锋利的匕首 不知道扎在人身上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滋味 应该很爽吧 要动手就赶紧 我天鹰皱一下眉头 那就不是带把的 天鹰看着夜龙说道 好啊 那个 可就不客气了哈 夜龙说着 然后一撇匕首 匕首顺着天鹰的腿边 直接扎到了地上 天鹰躺在地上 一栋没有动 如果天鹰要躲的话 肯定能躲闪开来 夜龙瞧着天鹰那眼神 不像是撒谎的样子 天鹰可能真的不知道 这件事情的原因 从师父那老头不告诉自己 就可以看出 这件事情不一般 那天鹰上面的人 肯定也不会告诉天鹰 这也是合乎常理的事情 夜龙甩出一支香烟 点着吸了一口 白手说道 行了 今天就饶了你们几个一次 如果下次再敢对妹姐动手 后果不用我说 想必你们也会很清楚 天鹰看了眼夜龙 没有说别的 然后慢慢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其他壮汉特工 也都吃力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不得不说 被夜龙踢碎 踩碎蛋的特工 意志力很挺坚强 竟然还能从地上爬起来 佩服 佩服啊 等一下 天鹰几人刚要走 夜龙喊了一声 天鹰转过头 警惕地看着夜龙问道 你还要怎样 夜龙缓缓地吐了口烟雾 笑了笑 说道 你吓到我妹姐了 暗场里说 应该要道个歉 赔个精神补偿费吧 夜龙可知道特工人员 尤其是行动在外的特工人员 那都是富的流油 并非像电视上演的那样 穷的吊渣 完全相反 都是一群有钱的主 他们在外 完全都是花组织的经费 一般情况 那都是不缺钱的 而且 这些人都有价值不菲的行动特殊费 现在不敲诈他们几个钱花花 怎么能对得起他们呢 要钱 天鹰看着夜龙问道 嘿 你真聪明 不过不要说得这么白嘛 这叫精神补偿费 夜龙骚骚一笑说道 好 你有种 要多少 天鹰点头冷冷地说道 夜龙看着天鹰这副语气 态度感觉很不爽 奶奶弟 自己放他们走 不敢恩戴德的就算了 竟然还等自己出 这个鸟脾气 真把他们自己当的人物看了 随即 夜龙一个闪身 直接来到天鹰面前 照着天鹰的大嘴巴子 啪啪打了两巴掌 小子 说话客气着点 是我放你们走 不是你们放我走 不要以为你们是特工 我就不敢把你们怎样 老子不爽 照样可以干掉你们 夜龙冷冷地看着天鹰说道 天鹰挨上这两巴掌 直接就老实了 现在论打斗 完全不是夜龙的对手 而且这家伙如此嚣张 跟他玩硬的 恐怕吃苦的会是自己 没人家的实力强 想不低头都不行 不管怎样 天鹰这次算是认栽了 多少钱 天鹰看着夜龙问道 态度语气缓和了不少 夜龙看着天鹰这副态度 还算满意地点了点头 如果还敢用刚刚那副语气 跟自己那样说话 自己可不会惯他 直接抽他压的 嘿 不多 先拿个五十万花花吧 夜龙看着天鹰 咧嘴笑了笑说道 五十万 天鹰听到这个数目后 不仅加重了语气 这丝真是讹人不吐骨头啊 还真长口 嗯 五十万很多吗 哥刚刚脑海中浮现出的数字 可是一百万点 不过哥心地善良 所以给你打个对折 五十万就行了 夜龙对天鹰说道 天鹰听到夜龙这话 敲诈着自己的钱 合着还要谢谢他了 不行 五十万太多了 减去十万 天鹰对夜龙说道 就算有这么多钱 也不能给他这么多啊 见过能讹人的 没见过这么能讹人的 嘿 现在六十万了 你还要减吗 夜龙骚骚地笑道 这丝竟然跟自己讨价还价 不讹死这鸭的才怪呢 月票 月票 本章完 第九十七章 搞没搞错 小说 最强特种保镖 作者 红酒一杯 天鹰看着夜龙 心里憋着一口气 但敢怒不敢言 他相信 自己再多说一句 夜龙会直接再涨上十万 没办法 现在形势对他们不利 天鹰只能认栽 好 我给你 天鹰点了点头 看着夜龙说道 随即 夜龙把妹姐的卡号给了天鹰 然后天鹰直接转给了 妹姐五十万 才几天的功夫 先是杜建国那一笔钱 现在又是天鹰的五十万 一时之间 妹姐直接变成了小富婆 开 KTV这么多年 妹姐都没赚过这么多钱 而夜龙轻轻松松 先后加起来 要有五百多万了 天鹰把钱打给妹姐后 然后就带着他那一帮 已经残了的特工手下 灰溜溜地离开了这里 看着离去的特工 妹姐也暗暗松了一口气 夜龙 你说我怎么会得罪特工 他们为什么要针对我 妹姐始终不解地问道 夜龙笑了笑 说实话 他也压根不知道 自己问师父 那老头他也不说 只有等自己慢慢地去发现了 否则 这始终是一个谜 是啊 妹姐只是宁海市的一个 小KTV老板娘而已 特工为什么要抓他呢 夜龙抓破脑袋瓜子 也想不透 妹姐 你放心就行 只要有我在 不管是啥特工 还是啥大家族人物 都不能伤害到你 除非先把我干掉 不过能干掉我的人 还没有出声呢 夜龙不再想这件事情 对着妹姐嗖嗖一笑说道 且 吹牛 冷非非站在旁边 撇了撇嘴说道 嗨嗨 锦花妹子 你也一样 有我保护你 任何人都不能伤害到你 夜龙干咳两声 对冷非非说道 冷非非白了眼夜龙 说道 谁用你这家伙保护 我才不用呢 妹姐站在旁边笑了笑 看了眼夜龙 似乎在示意夜龙 他们之间的打赌约定 要是一个月内 搞不定冷非非 以后夜龙可就是自己的小弟了 让干啥就干啥的那种小弟 好了 时间不早了 回去休息吧 夜龙 你开车了吗 妹姐问道 没呢 车子还在别的地方 夜龙说道 那这样吧 你开我的车 送冷锁常回家 明天再来接我上班 妹姐说道 夜龙想了想 随即点了点头 本身夜龙是想在妹姐家中 凑合一碗的 但是毕竟 还有锦花妹子在身边 如果自己住在妹姐家中 让锦花妹子吃醋 可就不好了 当然 夜龙要是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的话 肯定会遭到冷非非 一顿劈头盖眼的臭骂 那好吧 夜龙点了点头 随即 妹姐就把自己的车钥匙给了夜龙 然后自己返回到家中 而夜龙开车 直接送冷非非回家 车子到了冷非非家楼下 夜龙跟着冷非非下了车 我先上楼了 冷非非说了一声 然后就要往楼上走去 而夜龙也跟在了冷非非的后面 你跟着我干嘛 冷非非看到夜龙跟着自己 问道 回家呀 夜龙这儿巴筋地回道 回家 回啥家 你家住在这里吗 冷非非一连串地问道 嘿 你是哥的未来老婆 你家就是我家吗 这么晚了 哥就不回去了 就在这里对付一晚上吧 夜龙骚骚地看着冷非非说道 跟着骚醒的家伙 对付一晚上 想得还真够好的 到时候指不定这家伙 会干出啥事情呢 冷非非照着夜龙腰间的肉 掐了一下 很干脆地拒绝道 没门 想都别想 还有臭流氓 谁是你未来老婆 不知道男女授数不清吗 赶紧滚回自己的家去 哒 锦花妹子 就让哥住在你家一晚上吧 夜龙商量道 锦花妹子以后 都是自己的未来老婆了 这有啥可害羞的呢 冷非非瞪着夜龙 恨不得要掐死这家伙的冲动 你这个臭流氓不要名声 解决我还要名声呢 行了 别默契 赶紧回去吧 你再敢跟着我 靠我不拿枪蹦了你 冷非非摸了摸腰间 看着夜龙威胁道 夜龙一脸郁闷 看来今晚上住在锦花妹子家中 是没有可能了 现在夜龙好想 再像那晚一样 来场大暴雨啊 不过看着晴郎满天烦心的夜空 下雨是不可能的了 好吧 夜龙只好闷闷地上了车 看来搞定锦花妹子 还真是需要点时间啊 需要把锦花妹子 这暴躁的性格磨没了 随即 夜龙开车 直接返回到明天小区 上了楼 夜龙吹着口哨 就打开家门 刚进家门 夜龙眉头微皱 不由地摸了摸自己的鼻子 一股子血腥味 虽然这股血腥味 对别人来说可能很小 甚至是闻不到 但对于常年征战战场的夜龙 血腥味闻得多了 自然有特殊的感应 自己家中有血腥味 这让夜龙不仅提高了警惕 随即 夜龙放轻脚步 然后走进客厅里面 在客厅里面 夜龙听到虚弱的喘息声 听声音还是个女声 夜龙可以断定 此人一定是受了重伤 夜龙断定没有危险 赶紧将客厅的灯打了开 打开灯后 夜龙就看到 蹲在客厅角落里 一个受伤的女人 看到角落里的这个受伤女人 夜龙不仅愣了愣 随即赶紧冲上前去 擦 黑蝶 你咋了 是哪个王八蛋 把你伤成这样的 黑蝶捂着自己的胳膊 看着夜龙 呼吸有些虚弱 显然是受了重伤 不 不管你的事 黑蝶有些倔强的 看着夜龙说道 擦 这咋不关哥的事 你是哥的老婆 哥不管谁管 夜龙看着黑蝶 一边说 一边拿出银针 给黑蝶止血 谁 谁是你老婆 再敢乱说 我 我杀了你 黑蝶吃力的说道 夜龙无奈的撇了撇嘴 说道 得了吧 就你这情况 说话都费劲 还要杀了我 看着黑蝶的伤势 不由得让夜龙想起 黑蝶找自己 那晚出现过的杀手 难道是他们干的 他们的目标 似乎就是 追击黑蝶回组织覆免 如果真是他们 那么夜龙 一定不会放过他们 敢把自己的老婆 伤成这样 简直是找死 幸亏自己 一束高超 以后不会留下疤痕 否则的话 岂不是毁了 这么好的一个漂亮妹子 夜龙说着 然后把手伸向了 黑蝶的胸部位置 父亲汉 你要干什么 黑蝶吃力的 把夜龙伸过来的手 给打了开 本章完 第九十八章 旧情难舍 小说 最强特种保镖 作者 红酒一杯 夜龙郁闷的 看了眼黑蝶 无奈地撇了撇嘴 说道 蝶儿 你的伤势很严重 我必须要给你止血 不然你的伤 很难好起来 黑蝶看着夜龙 冰冷地拒绝道 不用你管 擦 我是你老公 哥当然要管了 不管都不行 夜龙态度坚定地 说了一声 不再给黑蝶 讨价还将的机会 直接抬手 点了一下黑蝶的穴道 随即抱起黑蝶 就走进了自己的房间 黑蝶被夜龙抱在怀里 愤怒地说道 父亲汉 你要干什么 赶紧放我下来 我要杀你 别消耗你的体力了 现在你杀之机都困难 更别说杀哥了 等先让哥把你的伤 给治好了 你这才有机会杀我嘛 夜龙说着 然后就把黑蝶 放在自己的床上 黑蝶受的伤很严重 如果再不及时止血的话 那他恐怕会有生命危险 所以夜龙自然不能 由着黑蝶来 父亲汉 我不用你管 赶紧把穴道给我解开 黑蝶躺在床上 看着夜龙说道 你是我老婆 所以你的生命 不单单是你自己的 也是我的 我不允许你死 那你就不能死 别废话了 哥给你止血疗伤 夜龙态度强硬地说了一声 然后不再废话 伸手开始慢慢解开 黑蝶衣衫上的纽扣 父亲汉 不许碰我 黑蝶瞪着夜龙说道 一副要杀了夜龙的眼神 夜龙无奈地贪了贪手 说道 这你有啥不好意思的呢 你哪个部位哥没见过 没碰过 你 行了 你还是睡一会吧 我给你治病 等你醒了一切就好了 夜龙说了一声 然后拿出银针 在黑蝶身上扎了几下 很快黑蝶缓缓地 闭上眼睛 就睡着了 黑蝶睡着后 总算是清静了不少 夜龙也可以安心 给黑蝶止血疗伤 不得不说 黑蝶这次受的伤挺严重 而且都是内伤 如果再严重一些 恐怕都会危及生命 黑蝶功夫不弱 但伤成这个样子 可以看出 出手的人 也是下了死手 这帮王八犊子 等让哥碰到 一定要宰了他们 夜龙恼火的心里 暗道一声 竟然把自己的老婆 伤成这样 简直是找死 夜龙不再磨叽 缓缓地解开 黑蝶身上的扭扣 然后就把黑蝶的衣服 脱了下来 看着黑蝶曼妙的身材 夜龙不仅感慨了一下 当初同黑蝶那美好的一段时间 黑蝶的身材 似乎是更加好 更加火辣了 夜龙欣赏了一番黑蝶火辣的身材 不再迟疑 半正经事情要紧 很快夜龙拿着银针 在黑蝶的身体上扎了起来 黑蝶受了内伤 除了止血外 同时也会恢复他的五脏内伤 夜龙的针法异常快 犹如行云流水般 五分钟左右的时间 夜龙深呼吸一口气 湿针总算完成 虽然仅仅是简单的五分钟 但这耗费了夜龙不少的内力 这让夜龙感觉有些发困 黑蝶经过针灸治疗 已经没什么大问题了 休养几天就会痊愈 随即 夜龙用湿毛巾 给黑蝶擦拭了一下身体上的血迹 毕竟身上占有血迹 睡觉也不会很舒服 夜龙一边擦拭黑蝶身上的血迹擦 一边观赏黑蝶火辣的身材 夜龙不得不再感叹一番 黑蝶 这无可屁腻的身材 皮肤水润细嫩 保养得很好 黑蝶常年习武 不但腰肢没有变粗 反而变得修长迷人 如果黑蝶能像当初那样对待自己 夜龙估计会幸福死 绝对是一对神仙眷侣 想想当年那夜的美好 夜龙现在 多想再疯狂地来上一次 夜龙本以为 自己当初的离开 不会再跟黑蝶相遇 但没想到 黑蝶在这个时候 偏偏找到自己 一晃几年过去 现在相遇 难道是上天冥冥之中注定的缘分 不管是不是上天冥冥之中注定的缘分 既然黑蝶出现在自己的生活中 那夜龙就要牢牢抓住 补偿以前对黑蝶遗留下的亏欠 夜龙顺手甩出一支香烟 然后点着躺在黑玫瑰的旁边 慢慢地吐云吐雾 开始回忆起自己同黑蝶在一起的时光 感慨万千 可能是给黑蝶失真太累了 想着想着 夜龙不知何时已经睡着了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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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清晨 夜龙正在睡梦当中 直接被黑蝶叫醒 当夜龙睁开眼睛的时候 黑蝶已经拿着一把锋芒毕露的匕首 对到了夜龙的喉咙处 父亲汉 你昨晚对我做过什么 黑蝶冰冷地看着夜龙问道 自己今天早上一醒来 就发现身上竟然一件衣服也没有穿 这让黑蝶很难想象 夜龙这家伙 昨晚做过什么 就算没做过什么 那自己的身子 也让夜龙看过了 这让黑蝶很愤怒 擦 这么紧张干嘛 昨晚我给你止血疗伤 不感谢我一下就罢了 还拿匕首对着我 你也是学武的人 你的情况有多严重 我不说你也应该知道 夜龙看着黑蝶无奈地说道 我允许你脱我的衣服了吗 黑蝶瞪夜龙讨问道 嘿 你是哥的老婆 哥脱你的衣服很正常 你见过哪个夫妻老公 不能脱老婆衣服的 夜龙骚骚一笑 露出平时那一副骚性的表情 放屁 你是父亲汉 谁是你老婆 今天我就要杀你 黑蝶拿着匕首示意了一下说道 敌儿 谋杀亲夫可是不好低 我知道以前的事情 对你造成了很深的伤害 我亏欠你的 这我不逃避 但你越是恨我 那就代表 心里越放不下歌 我的功夫你了解 既然你现在拿匕首 放在我喉咙上 你也杀不了我 但是现在我不会反抗 来 动手吧 夜龙说着 然后就眼睛闭了上 夜龙 你以为我不敢吗 黑蝶大声对着夜龙吼道 在内心的最低处 黑蝶的确是放不下夜龙 说不出来 这是恨还是爱 你敢 来吧 我夜龙死在你手上 也死得心安理得 夜龙闭着眼睛说道 啊 黑蝶发泄般狂喊一声 然后举起自己手中的匕首 就朝夜龙的胸口扎了下去 本章完 第九十九章 迫气凛然 小说 最强特种保镖 作者 红酒一杯 面对黑蝶扎下来的匕首 夜龙依旧平静地 闭着眼睛躺在床上 一动不动 当黑蝶手中的匕首 快要扎到夜龙胸口的时候 突然停了下来 黑蝶始终是下不去手 夜龙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看着黑蝶笑了笑 说道 为什么不动手 黑蝶看着夜龙 冰冷地说道 昨晚你救了我一条命 今天这条命是还给你的 以后我见了你 绝对不会手软 夜龙听到黑蝶这话 心中很明白 黑蝶根本对自己下不去手 什么还自己的命 无非只是找了个理由而已 而这就表明 他心中还是有自己的 只是无法跨越自己心里 这关而已 黑蝶收起手中的匕首 然后走下床 将自己的衣服穿好 傅青汉 你记住了 你亏欠我的 就算要了你的命 也还不完 黑蝶说了一声 然后就往房间外走去 夜龙赶紧下床 伸手拉住了黑蝶的手 说道 你这是要去哪 我去哪不要你管 黑蝶看着夜龙说道 如果你身体好好的 你去哪我不会管 但是你现在受了内伤 你的功力连一半都打不出来 现在你离开这里太危险了 等羊好伤再走 夜龙拉着黑蝶的说道 我不是小孩子 我自己心里有数 黑蝶说完 然后转身就往外走去 夜龙有些无奈 他了解 黑蝶这倔强的脾气 如果他真心要走 自己 完全是揽不下的 更何况 他还如此恨自己 怎么能跟自己住在一起呢 那你告诉我落脚的地点 我派人保护你 夜龙对黑蝶说道 不用 你还是找人保护好你自己吧 下次我绝对不会手软 黑蝶说了一声 然后就开门而出 擦 夜龙蛋疼无比 现在夜龙认定了一个道理 得罪什么样的人 也不要得罪女人 俗话说得好 得罪女人 尸骨无存啊 女人的报复心 简直是太强了 夜龙深知 这件事情不能急 也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只有靠时间来解决 时间久了 这些事情自然而然就解决了 黑蝶走后 夜龙自然不会放心黑蝶 随即就给唐明打了个电话 趁知道黑蝶的行踪 让他派几个不错的保镖 暗中保护黑蝶 这样夜龙多少会放心一些 到了早餐时间 林子涵一如既往的 给夜龙买了早餐 给夜龙买早餐 似乎已经成为了林子涵的习惯 这让夜龙倒是觉得很不好意思 要是自己爱的每个女人 都像林子涵这般温文尔雅 温柔体贴 那该多好啊 估计天天得幸福死 吃完早餐后 夜龙给妹姐打了个电话 随即开车到妹姐家中接到妹姐 然后拾网了鬼妹KTV 到了鬼妹KTV 妹姐去忙龙妹酒吧的事情 鬼妹酒吧装修的差不多了 用不了几天就可以开业了 上午八九点钟 这个时间段 唱歌的人不算是很多 夜龙很无聊 楼上楼下转悠了一圈 然后就骚骚的到前台 找小蓝几个妹子去了 不管到哪里 只要是娱乐场所 前台妹子 那都是个顶刻的水灵养眼 所以 夜龙必须要去近距离养养眼 顺便说不定还可以养养手 前台几个妹子 见夜龙一脸骚骚的表情走过来后 倒是很有默契的统一走出前台 只剩下小蓝一个人 嘿 我说姐妹几个 一起聊聊呗 夜龙看着走出去的几个水灵妹子 骚骚的说道 龙哥 不了 你还是跟小蓝姐聊吧 几个妹子笑了笑 然后就离开了这里 真是的呢 夜龙摆了摆手 随即骚骚的笑着朝小蓝走了过去 啪 夜龙走过去后 骚骚的一巴掌 照着小蓝坏坏的拍了一巴掌 这一巴掌拍去 惹得小蓝妹子一阵惊呼 然后照着夜龙 就是一顿踹 直呼夜龙 这会神出鬼没 突然来上一下子 能吓死个人忧 当然 夜龙回应的只是坏坏的笑容 臭流氓乱碰什么呢 你不害臊 我还害臊呢 小蓝有些娇羞的 照着夜龙打了一下 这家伙真是越来越大胆 不管人前人后 有没有人 手一点也不老实 夜龙骚骚一笑 倒是很淡定地说道 这不你姐妹都很配合地走开了吗 现在哪里还有人看到 那也不行 大庭广众的 小蓝白了眼夜龙说道 夜龙紧紧地盯着小蓝妹子 不仅喉咙上下蠕动了一下 咧嘴笑问道 小蓝 我觉得咱们有必要聊聊之前去酒店的事情 上次去了没成 咱是不是抽个时间再去一趟 毕竟打赌你输了吗 臭流氓 做梦呢 反正上次我去了 是你自己没把握住机会而已 这不怪我 小蓝瞧着夜龙这骚心的家伙 轻哼一声说道 嘿 就算没把握住机会 也不能赖账啊 怎么着 再商量一下这件事情 夜龙骚骚地讲道 超级大流氓 一点也不害臊 没得商量 小蓝白了眼夜龙 嘿嘿 要不等会我们去酒店吧 夜龙瞧着小蓝问道 不去 我才不跟你这个大流氓酒店呢 小蓝摆了摆手说道 擦 小蓝妹子 打赌输了 可不带耍赖的 哥还没有跟你开房呢 夜龙说道 怎么没有开房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是你自己不珍惜机会 再者 我们又没说开房干什么事情 所以 也算是我履行了赌约 小蓝看着夜龙笑了笑说道 上次夜龙走了 可是让小蓝高兴了有段时间 不算 不算 再说 你现在可是哥的女朋友 跟哥去酒店 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夜龙说道 切 你这个花心大萝卜 我算明白了 凡是个美女 你就把她当成女朋友 哼 小蓝轻哼一声说道 夜龙现讲道理不成 那只能哼了 女人都是听觉动物 所以对女人说好话 哼一哼 会有奇迹发生 小蓝妹子 哥对你可是真心的 哥发誓 天地可见 日月为正 所以你就成全哥吧 哥的人格魅力 可是相当大低 咱们绝对是郎才女貌 天造地设的一对啊 不在一起 简直对不起我们的父母 把我们给生下来啊 还有 小蓝妹子 我告诉你 夜龙看着小蓝 滔滔不绝一番赞赏 坏得去掉 专挑好听的说 一个小女生 能遭得住夜龙这种情场高手 犹如糖衣炮弹般的夸赞 要想找老婆 全靠一张嘴 这句话 是夜龙月女无数的简要概括 如果再加上 有一张如树皮厚度的脸 完全没有搞不定的女人 小蓝听到夜龙这番话 再加上夜龙全打杜建国 脚踢鬼老气的这股霸气 没有哪个小女生不动心 要不答应跟你酒店 小蓝看着夜龙问道 本章完 第一百章 霸气目测 小说最强特种保镖 作者 红酒一杯 夜龙听到小蓝这话 心中激动万分 看来泡妹子就得要剪好听的话说啊 嘿 那就答应一下吧 夜龙骚骚地看着小蓝讲道 这样吧 给你个机会 我们打个赌 如果你赢了 那我就跟你去开房 如果你输了 以后什么事情都要听我的 敢不敢 小蓝看着夜龙问道 打赌啊 那有啥不敢的 打啥赌 夜龙丝毫不在乎地问道 对于打赌的事情上 夜龙还从来没有输过谁 只要不是上天入地这种变态的事情 夜龙都能赢 小蓝看着夜龙 笑了笑 然后说道 猜一猜我的三围 雄围 腰围 臀围 如果全部猜对的话 你就赢了 然后我就跟你去酒店 如果猜错了 我就赢了 以后干什么事情都听我的 敢不敢 夜龙骚骚地 盯着小蓝的整个体型看了一眼 说道 嘿 小蓝妹子 你够坏的呀 你问的这个问题 有点刁钻啊 觉着刁钻那就算了 反正我已经给你机会了 小蓝看着夜龙摆了摆手说道 打 必须的打 如果我赢了 去酒店后 干啥都行 夜龙可要事先问好 免得小蓝 再找别的理由阻塞 那去酒店后 我还要装纯洁啊 小蓝白了眼夜龙说道 嘿 哥明白了 夜龙嗓嗓一笑 然后淡定 然后淡定而胸有成竹地直接说道 熊尾九十六 腰尾六十四 团尾八十四 你看我说的对吗 啊 小蓝看着夜龙如此爽快 直接地说出自己的三维 让小蓝不仅愣了 全对 这 这家伙 难道是看女生三维专业户吗 刚刚夜龙爆出自己的三维 完全跟自己的身材三维符合 看着夜龙这毒辣充满骚性的眼神 小蓝有些不敢置信 夜龙这家伙 一没跟自己睡过觉 二也没量过自己的三维 别说没睡过 就算是一起睡过 也不能如此丝毫不差地 直接说出自己的三维吧 更何况 这丝仅仅只是骚骚地看了自己几眼而已 竟然就准确地爆出了自己的三维 这让小蓝开始有些觉着 夜龙这家伙的眼光实在是太毒辣 太变态了 直接可以跟皮屎相提并论了 夜龙看着小蓝 夜龙吃惊的表情 骚骚一笑 说道 小蓝美女 哥说得对不对啊 你 你咋知道我的三维 小蓝看着夜龙疑惑地问道 这不得不让人惊讶 未必也太变态了吧 嘿 因为哥了解你啊 不过哥还更想深入了解一下 你懂的 夜龙骚骚地说道 小蓝小脸一红 夜龙这臭流氓 怎么什么话也能说出来 竟然坏坏地说出 要深入了解一下 这不明白着 是做那种让人羞涩的事情吗 这种事情 心里明白就行 还非要说出来 大流氓 不过打赌输了 小蓝也不能赖账 现在小蓝慢慢地明白了一个道理 童夜龙不管有多大的自信 都不能跟这家伙打赌 因为 不管多有把握 打赌必输 这么变态的事情 夜龙都能回答得上来 很难想象 还有这家伙 啥不知道的事情 现在还上班呢 等晚上再一起去酒店吧 小蓝对夜龙说道 反正夜龙这家伙也不错 看起来很有男人味 跟他开房也没啥 谁让自己打赌打输了呢 夜龙听后 欣喜万分 终于能跟小蓝美女 一起去酒店了 今晚必须要好好地高兴一晚上 好好调教她一下 如果小蓝的身材 经过自己一番开发 那日后必定是青春靓丽 迷死人不偿命的节奏 那行 就这么定了 晚上去酒店 不许说话不算话 夜龙骚骚地笑了笑 不管今晚有啥事情 都不能阻挡自己 同小蓝一起开房的节奏 小蓝也是嘟嘟着小嘴 没想到上次逃脱了 这次又被夜龙这家伙盯上了 看来这次想逃脱 不是那么容易了 被这家伙粘上 就像是被狗皮膏药粘上一样 想甩开都很难 行 晚上去酒店 小蓝只好点了点头硬道 好嘞 小蓝妹子 你放心 今晚尝试了一次 哥保证想让你尝试第二次第三次 夜龙骚骚地看着小蓝说道 小蓝瞧了眼夜龙的裤裆 然后白了眼夜龙说道 你这家伙 有你说得那么厉害吗 嘿 厉害不厉害 今晚就知道了哈 你先忙 哥不打扰你了哈 夜龙坏坏地拍了小蓝一下 然后就骚骚地离开了 小蓝看着骚骚离去的夜龙 多了嘟小嘴 最心底里 还是蛮期待同夜龙开房的 不得不说 小蓝也被夜龙强大的男人魅力所征服 只是外表没有表现出来而已 夜龙刚到楼上 正好妹姐从办公室里面走了出来 妹姐招呼了一下夜龙 然后说道 我正要找你呢 来我办公室一趟 夜龙骚骚地跟着妹姐走进办公室 然后问道 妹姐 有啥事 鬼老七给我打电话了 说是要谈一谈 KTV的事情 我也已经跟他说明白了 想单干 他没说啥 只是说 该分的分清楚就行 妹姐看着夜龙说道 夜龙点了点头 说道 还分啥分 全部拿在自己手里就行 鬼老七这家伙敢有意见 哥就打得他没意见 妹姐摇了摇头 说道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我不想再跟鬼老七有任何瓜葛 分清楚了也好 以后清水不犯河水 大家谁都不欠谁的 省得礼不清 鬼老七再派手下的混混来找麻烦 那也闹心 那好 我尊重妹姐的意见 妹姐说啥就是啥 夜龙倒是不在乎地说道 反正这些对于夜龙来说不算什么 如果夜龙爱钱的话 那就不会让杜建国还有天鹰 把钱打到妹姐的账户里面去了 这样 你跟我一起找一下鬼老七吧 他现在脚受伤 打着石膏 不方便过来 妹姐说道 嘿 没问题 陪着妹姐 去哪哥都乐意 夜龙骚骚地笑道 骚性 妹姐拍打了一下夜龙 随即 夜龙陪同妹姐一起下了楼 通过昨晚的事情 夜龙多少也要注意一些 天鹰他们昨晚没有成功 肯定不会这么放弃 下一次还会再找上门 这几天夜龙能陪在妹姐身边 就尽量陪在妹姐身边 来到鬼妹 KTV 夜龙无非就是来保护妹姐的 这才是夜龙的根本职责 至于找老婆 嗨嗨 同样也很重要 下楼走到大厅的时候 夜龙对着前台的小兰 骚骚笑了笑 抛了一个骚醒的眼神 示意小兰今晚别忘记一起开房销魂 本章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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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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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